103年3月縣務會議即第二次擴大主管會報 在12號下午2點半舉行 由縣長黃建廷主持 也在會晤中頒發獎勵優秀傑出人員 去年統計來到台東的人次 已經到600萬人次了 跟4年前比較起來 已經多了一年多了快要接近200萬人 這樣的一個成長 那當然旅遊人潮帶來了以後 各行各業的消費都有很大的帶動 所以我們請這個稅務局到 國稅局那邊去調的資料 台東商家開出來的發票 這個總額也從4年前的529億 成長到去年是720億 所以等於一年多了200億的營業額出來 縣長表示現在台東的經濟發展是前所未見的 去年來台東的觀光人數超過了600萬人次 比4年前他剛上任時還多增加了200多萬人 招商的成功讓台東的就業機會也達到高峰 去年登記就業需求的就有1萬3千多人 台東農業產值也超過了5億多 從好幾個角度來看 台東的經濟以及景氣漸漸有利到 因為選舉的關係如果有可能 我們今年把更多的工作提早來做 免得我們自己沒有這樣想 人家會覺得說雙紀到這裡做 如果我們拖到太晚的話 很容易就被冠上這樣的一個 其實不正確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這個我自己當然也會提醒要求我自己 這個一切都還是以政務為重 我們還是要把握今年這樣的機會 都會好好把台東的各方面的建設 都要推動才更好 東台新聞 陳進雄 楊國柱報導